IO repeating 經濟午餐 主持黎家良 何文潔 又到星期五經濟午餐 身邊有網紅YouTube頻道MW Insurance Cash 保險為什麽的主持人頻道 頻道主持人Melissa周小姐 Melissa你好 很多保險都很複雜的 要學習 我知道Melissa在保險很多年了 其實做企業還是個人為主 還是兩件事都有做 其實我們的團隊少數在市場上 個人一定會做 不過我們都會做企業業務 什麽叫做企業業務呢 例如公司的團體醫療保險 或者一些強積金的帳戶 勞工保險 我們都會上課 這些都是複雜的 不是普通團隊做得到 要更加多的知識層面 剛才聊天 原來自己有團體保險 又自己又買個人保險 也有些竅門 是的 因為我們去到很多公司做 我們叫做僱員講座 很多僱員都有誤區的 經常覺得 應該先進行公司 才進行自己的 他們覺得進行自己的保單 會加價 不知道為何我們去10間公司 10間公司的員工都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想的 盡量進行公司 僱主給錢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自己的私人保單 真的不會因為你一個claim而加價 是的 不會 但是在公司的團體醫療福利裏 其實我們真的會給他們一個服務 就跟他們計算一下 究竟claim哪間 他的利益最大 是真的有分別的 兒子也要去計算的 是的 真的要計算的 Youtube 多人找你去計算的 也有的 因為他們會連同公司的醫療福利裏 他們會電郵 究竟我整個家庭有什麼套餐 接著他們會叫我來給一些分析 給他們一些意見 是的 因為怎樣請Melissa來 就是網紅 保險行業的網紅 其實有些人都會覺得 做保險的行業是不是要口才很好呢 要沒有家都沒有朋友 找朋友去銷售單 大提示在街上派傳單 其實見你這麼智慧 同事也很專業 現在的保險行業還不是這樣的呢 OK 應該這麼說 30年前那時有很多制度上 或者整個市場的形象是差一點的 不過有很多前輩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其實你說過去這幾年特別是疫情 疫情之後其實有很多的同業 都開始在網上去做他們的頻道 在網上做頻道 其實跟我們以前已經很不同了 因為我們會不停教導一些朋友 保險是甚麼來的 而大部分他們電郵給我的朋友 他們是將所有保單的資料 電郵給我 做了PDF 然後就將10條問題 究竟我家現在我的兒子是這樣的 我女兒我應該怎麼賣呢 究竟怎麼去是很清晰的 然後我就會用時間去跟他做分析 然後再約一個zoom的時間 告訴他他的重點是甚麼 他的protection重點是甚麼 那麼現在的投保人 他們是很想有一些專業的人 他們是主動來找我們的 是的 還有給他所有的資料 我們不用我們猜的 以前我們要flat finding 要猜他有些甚麼 現在不是了 即是現在的投保人 是很精明 我覺得他們很有智慧 還有很respect我們 因為以前是不一樣的 在街上 買不買Pan 買這個 我回報好 即不是說在他個人的角度 其實你需要這個 你哪一種是不夠的 你這個就做了 即是現在 會不會都看到現在 即是客人普遍你剛才說的那類多些 還是說我聽到Pan 我買了Pan吸引 你覺得哪一類會多些 因為隨著疫情之後 其實很多朋友都看Youtube 其實他們自己懂得在Youtube搜尋 究竟他想找的答案 其實很多時候我見的Youtube粉絲 他們都說 其實我看了幾個頻道 最後我覺得你 可能他適合Pan 於是就所以 E-mail問你意見 接著就我們給他提示 即是說其實現在的投保人 他們不是盲中中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幫朋友 即是以前很流行 幫朋友所以買 幫朋友就是幫你開單 做MDR 即是幾十年前都是我幫朋友買 但現在的投保人 他們是很有智慧 是自己找了資料 分析了 跟著選擇誰顧問 跟著他就拿去提示 跟誰買 他去選擇 就不是我們去銷售 是他來找我們 我覺得是這樣 反而現在真是反過來 即是說我盡量把我的 大家要知道的專業資訊 就通過這個電波 Youtube channel 告訴別人 即是說 大家覺得你有了 即是專業 我就幫幫忙看看 我自己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如果真的計算有需要的 那就約你直接 即是Action 去做那樣 那樣東西 對不對 這樣對嗎 其實兩件事 第一是需要 第二是他們會真的問 究竟我買這些 因為現在的政府戰衣部 都很多款 他們都會問我買哪款 對 但也有一些特別的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他真的電郵來 他就要求說 Mr. Choward 你會不會可以收我的 consulting fee 我真的想給我所有保單 因為我在三間不同的保單公司買 還有我公司的group medical 其實因為我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我又不好意思問他們 因為我問了如果不跟他們買 他就覺得心不舒服 你明白嗎 好像大家 但其實不代表他真的不買那個朋友 但你是不會的 不過我看你網上的知識 我覺得你很客觀 你會幫我分析到 可不可以 譬如你收我半個小時 或一個小時的consulting fee 你幫我做個分析 我都不會是跟你買的 不過我要這個專業的分析 真的有youtube粉絲是這樣做的 那你有沒有收別人的公民費 他一定要給 我是很不好意思的 因為我們不習慣這樣做 他說不是你收吧 你開價多少錢 然後我就跟他說 OK啦 當一個zoom meeting 30分鐘是多少 我之前就用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跟他分析完 然後就約他個zoom meeting 聊 那很好啊 現在真的跟他們以前 很不同 就是經常都覺得 打來又要銷售 很多朋友就去說 就是說 那個朋友做了 因為通常 很久都不找我 會不會是 要不去結婚派對 要不去做保險 現在就不會是這樣 因為 現在通常都是有需要的 客人就去找上門 應該這麼說 當然啦 我們仍然是很活躍 在不同的party 我們的行家 不過我們都要認識別人 是不是 但是重點是 一個人客 其實他不會認識一個保險顧問 現在他會認識十幾個保險顧問 當他認識這麼多保險顧問的時候 其實他會想 究竟我跟誰買 他信得過呢 看到我們就要很展現 我們自己的強項 或者自己的專業在哪裡 而令到他選擇我 脫泳而出 即是要客人信任 第一你要專業 第二你又要長遠在這個行業 不會突然間 我變成了觀儀單 我突然間又說我不做了 就是這樣那樣 所以 其實你覺得 在網上接觸的客人 還有你客人現時的客傳介紹 或者叫叫叫 除了剛才說還有些什麼 的分別 是不是要多些 有沒有特別的技巧 其實我覺得 譬如在網絡 Youtube我們去 將一些不同的保險資訊給他們 其實很感恩是什麼呢 就是 通常Youtube粉絲出來 他們會說 Mishan 我看完你 真的有這麼多條片 我明白危疾 為什麼存錢和沒有存錢 有什麼分別 我明白 高端醫療為什麼好 怎麼賣 我完全看完你的影片 所以我覺得 你說得對 我要跟你的意思 這樣做 你是很感恩 你是不用銷售的 他已經看完那些影片 他已經是入腦 他覺得他是要那些東西 對啦 我現在來 總之你建議我 應該怎樣做就怎樣做 就是他知道 你知道你幫到他了 是不是 但是以前我們不是的 要慢慢約客人出來 然後慢慢談 又要喝咖啡 慢慢談 其實談不了那麼多 但現在在Youtube 他自己晚上在家 在12點自己看都可以 是兩件事 即是有時候準備好了 你以前舊的做法 就是我慢慢銷售你 跟他解釋一下 其實你需要的 這件事 現在應該是客人 自己學習的東西 已經全部知道了 自己學習的東西 一走過來和你談 已經是入正題了 是的真的 而且他很尊敬我們 即是一來到就 哎呀不好意思 阻礙你時間 我知道你很忙 真的很客氣 我很感恩 即是跟我們以前 30年前做保險 是很不同的 即是你的朋友 可能怕了你做保險 以前是有經常聽到這樣 即是或者父母都要反對 即是不接受 但是你現在你看到 哇那些客人一出來 其實我真的不認識他的 他一來到就很客氣 哎呀不好意思 用了你的時間 我看完你的影片 我看了多少天 你是覺得很受尊重 是的 那這個頻道 其實什麼時候開始做 那個頻道 其實頻道 就是真的因為疫情 是的 2020年 農曆年 就沒得拜年 真的沒事做 拜年也沒得拜年 於是就自己上網 接著就學 究竟怎樣可以拍片 怎樣剪片 自己上網學 我也是上網學 學完之後 然後就晚上回公司 自己開始拍片 好 那我們稍後再跟Melissa聊聊天 我是德勝醫療集團創辦人張森